武汉协和医院2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该院多学科团队近日为一名出生颈53天 体重3.9公斤女婴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目前女婴生命体征稳定 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董念国介绍 在女婴出生24天时 出现胃养困难 精神疲倦 点头样呼吸等症状 确诊为严重复杂先天性心肌病 扩张型心肌病合并心肌致密化不全 这个小孩的心脏左心和右心扩大的十分明显 左心时的大小3.2厘米 接近于我们小海头正常承认的这个大小 尤其是它的新功能的收受力 EF这个15% 并且伴有严重的二间半反流 三间半反流 像这种婴儿到了这个程度的心衰 内科治疗效果是不好的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外科 就是心脏移植 在ICU治疗一段时间后 一个年龄血型非常相合的 七月龄脑死亡男童捐献的心脏 让女婴迎来新的生机 2月26日 这颗救命心从广州运抵武汉 董念国带领团队经过三个小时手术 成功为女婴实施了心脏移植 董念国介绍 女婴病变后的心脏大小跟成人相近 但供体心脏体积跟婴儿拳头差不多大 如何将一个小供心精准移植 是十分关键的一环 婴儿年龄越小 对手术器械技巧等要求也更高 要吻合五个吻合口 上百针 每针之间的距离 不超过一到两个毫米 所以我们是借着一些特区的 这种手术的器件和手术的放大镜 来完成这个手术 董念国表示 术后女婴还将面临感染 排斥反应 及肺动脉高压反应等难关 协和护心团队将对她进行 全方位的护理和照顾 多年来武汉协和院不断刷新 婴儿心脏移植年龄记录 2014年 该院曾为一名出生三个月的婴儿 实施心脏移植手术 2019年 又为一名出生66天 体重3公斤的婴儿成功换新 国际似家 云术 国际内 国际国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